众所周知啊 在卡明莱达中有这样一类莱达 他们和主棋必有一战 他们的代名词是词别 没错 他们就是传组中的奥琪 奥琪作为衬托红花的绿叶 虽然这几年混得不太行 但东大妈为了区分奥琪和其他的的父亲 还是给他们设计了各自的最终形态 那么今天阿当就来和大家一起看看卡明莱达中奥琪们的最终形态 一 克命变成了白鸭胜意 说句实话 如S后期的口碑急速下跌 大二这个角色要背不少的锅 多条感情线刻画的都不是很明朗 虽说演员的演技呢是相当在线 不过在剧情上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而其中最让人诟病的一点 莫过于和罗师傅之间的感情线纠葛了 两人从开始的对立状态 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清清香气的朋友 可以看出编剧本身是想把他俩按照上一部联合天赛的感情线翻版一下的 可惜翻错了 最后 罗师傅克命给大二换来了这个白鸭� 他胜意这个形态 手战确实很有排面 特效华里又能飞行作战 设定上速度还可以达到因素的四倍 然而还是免不了后期吃鳖的命运 怎么 你说因为真正的二提示维斯啊 那没事了 本来按照传统啊 大二说不定还有个新形态 比如当初红爹的暴雪形态 就谁都没想到 然而还是劝大家不要抱太大希望 毕竟大二和红爹的人气可不是一个等级的 二 敌帝王者 综毛冰兽 作为水之剑是最终形态 剑锋的冰兽战绩霸气十足 也是继艾克赛德黄金头皮屑之后 第二个有头发的LIDAR 当然了 按照惯例一秒画面都不能有 三 迷失双兽 厄尔托斯 我们的白鸭不破应该是近年来人气最高的二期了 人气高到甚至已经出现了不破主其论这种说法 二期最终形态 厄尔托斯八号战也更是在大结局之前 凭借白鸭的经典白卡闪亮登场 虽然此处的白鸭是令人该 白鸭的穿帮场面 当然能有这个形态还要多献你中期哥的会赠 保险盖茨是在其剧场版中登场的 虽然都是最终形态啊 不过他的唱词明显要比疯狂时光短很多了 比时光不同了 盖茨没有办法召唤平成时代的二期们 只能使用他们的能力和武器 不过即便如此 还是能看出这个形态的牌面 但这夜期的长枪都是星座的模型 值得一提的是 盖茨的这部剧场版 口碑倒是不怎么样 主要是上映时间 更加上日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隔壁远古都已经宣布同期的奥特曼电影连期上映了 中大妈却反而由于观看人数较少而选择增加播放场次 所以就招来了粉丝的疯狂驻嘴 无诞生于废墟的荣燕蓉 作为一个奥奇 荣有可以说是相当有开面的 一切形态在于基本都像主角看齐 特效方面开始不用多说 基本一个字就能概括 帅爆了 最近这特效虽然伟大荣特形态出现的比他晚 不过还是没能夺走其最终形态的地位 不过关于荣燕蓉的诞生啊 却有一个设定上的小漏洞 那就是在机威中 机动器和凝胶都被毁坏 随后凝胶残 还在一种光面震荡从外挂的情况下 变成了熔岩满装瓶贫 但是在剧场版和外转的时候 就腰带又莫名其妙的回来了 6 骗来的圣医玩家 在假面其实埃克赛德的世界观中 奥奇飞彩的最终形态可以说是相当离谱啊 按照游戏术语来说 但是这个形态超模了 没错 在日本游戏中 默认规定99级位游戏的最高级 但圣医玩家这个形态可以打破了束缚 突破到了100级 要不是埃克赛德把无敌两个字写到了名字里 谁能打得过谁 还真不好说 并且在设定中 配菜的圣医玩家还自在呼吸回血大法 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自己回复体力 好家伙 盖伦直呼内行啊 同时这个形态也代表着非彩痛苦的反水经历 作为一个傲奇 眼看主角他没办法给自己发新玩具了 就跑到老台那边 拿到了新玩具 再反水回来 不得不说啊 为了这个新型态你也是够拼的 但是有一说一 100级卡带这战存风还是很帅的 7 集结七大罪的罪魂 鬼仔的傲奇诚哥 背部小人评价为帅哥主期的傲奇 要给他带来这种评� 最大的就是推荐剧场版中的最终形态 醉魂 诚哥的醉魂在设定上 与鬼仔的无限魂相差无几 其力量来自于诚哥对于罪恶的人质和背负罪恶产生的觉悟 同时也是为了践行不知之下的关容传统 浩瀚的新皮肤 所以在对待自己老爹的时候 诚哥才有底气说真的举名言 好家伙 你也是吕布 是吧 醉魂的诚哥拥有集合七大罪的必杀 分别是嫉妒之掌 强欲之战 怠惰之焚 暴食之咬 傲慢之权 贪婪之斩 以及愤怒之言 依靠自己的必杀秩序题 还有老爹放了一整个太平洋的水 终于是取得了胜利 就凭这一波战斗 说他帅过主旗一点也不为过吧 8 最偷懒的马赫追猎者 道理我都懂 但是吃憋刚这个傲奇当的多少是有点憋屈了 不但在剧情上出出吃憋 剧场设计上也是被 制作补坑了一把 准个距离 人家劳司机换个换档小车 起码有皮套强硬的变化不肥了 吃憋刚换个玩具 就是肩膀上的贴纸换了一下就算变形态了 好家伙 说好的马赫是超越磁器的系统呢 好不容易有了个新皮肤白饿的形态 还是和老司机共用的 熬到了大结局 最有几天 自己要准备复制下的光荣传统了 本来应该有个新皮套的 结果出来个追猎者马赫形态 最把胸甲套在切傻的衣服上就结束了 怪战 但是我倒是拿到了自己的最终形态 马赫追猎者 靠着超越小车变身 结果还是换汤不换药 皮套就是单纯的换了个色 吃谁了 吃别刚就是单纯的被剧组破坏了 9 不做人的巴龙 作为不当人的典范 巴龙的最终形态 熏绝巴龙 可以说是最符合他人设的形态 为了力量不择手段的奥娇 一直以来奉行的准则就是弱肉常识 追求力量 为此无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都不在乎 无奈身边没有DJ向良做队友 所以万事只能靠自己 但凭 在海姆明界的强大的意志力 二角还是抵抗住了海姆明界果实的清洗 并且掌握了海姆明界的力量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霸主 不但力量强大 而且皮套超帅 唯一美中不足的恐怕就是这武器了 话说你都称霸主了 连个专武都莫达 属丝没有排面啊 更离谱的是 这武器后来还给了自己平均的小弟 是一言难尽的超越兽器 兽爷的队友形态 属实是让人一言难尽 如果像他在后背马赫狠不走心 那这个不走心 觉得是从后爷这里遗传过来的 在普通的派腾形态下 兽爷换个抖风就是换个形态 老人为有个新皮套了 不过这造型 怎么说呢 就像小明哥的队友形态一样 你总会习惯的 值得一提的是 兽爷的超越形态 理论上来说其实并不是最终形态 只是一个进阶形态 不知道中大妈还会不会想起有这么一个蛋黄将来的 会不会给安排个啥别的形态 十一 真正的陀螺战是暴风流星 那个极陀螺与中二于一生的男人他来了 流星的最终形态 风暴流星 现在设定上是真的很冷 如果解放了宇宙力量 他的七十七甚至可以直接消灭狮子座新竹 不过很可惜 这位老哥明显是同心未敏 喜欢更加富有同趣的攻击方式 例如抽陀螺 记得小时候看到陀螺动画片 看他们用陀螺随便换个技能 就能改变地形和周围环境 觉得属实太扯了 现在看来当年的动画片孩子还是保守了 十二 毫无争议的84x形态 要说最近最火的话题形态之一 那肯定就是假面骑士蛋齐的最新形态了 可惜首次登场的时候八成大家都在电击永恒鸟了 所以没有特别高的热度啊 不过这赛博空客的科技风设计 属实是帅到的咬渣 中大妈估计也不会让这么好看的皮套就出上一次吧 所以最近又安排后腾变了一次 可惜大家的眼光又都在比奈变成上面了 毕竟这可是欧资本体首次同时使用两个联组 是吗 你说为啥 比奈不是自带重力联组吗 13 联机战神审判形态 A哥的审判形态属于典型的强的同时 还算合理的形态 审判形态的特点就是超高速的作战方式 为了获取速度 A哥在原有形态的基础上牺牲了防御力和攻击 受益力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同时 全身装甲都经过轻量化处理 手切了多余的部分 这一点的皮套设计上也能看得出来 以这些为代价 A哥可以在审判形态下化成连击战神 可以在因素的形态施展高速连环技 并且按照导演的要求会进入一个字母器 在十秒钟之内就可以低出几百下的连击 多数敌人都穿不过十秒 由于威力的大小取决于A哥的连击数 所以这个技能的破坏也无法估计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按照管理 贾面骑士阿当今天也在努力的做视频 本期的故事 下一段我在下面其实的故事有关键 我是阿当 咱们下期再见